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杨阳微博粉丝老粉居多? 杨阳,中国内地男演员,宅女杀手 作为2015年就喜欢杨阳的老粉 我觉得杨阳的微博粉丝主要是其作品题材形成的 正是由于杨阳出演到今天的电视剧 杨阳微博里才有特别多的老粉 杨阳最先出演的是《红楼梦》 当时的杨阳虽然年纪还小 但是出演的贾宝玉却活灵活现 活生生的美男子一个 当时就收获第一批老粉 2015年至2016年 杨阳主演并播出的电影《索尔·综艺花与少年2》 电视剧四大名补盗幕笔记《旋风少女》 微微一笑很倾城 杨阳均是拥有大量女性观众的题材 微博活跃用户 为其奠定了微博粉丝基础 尤其是微微一笑很倾城 杨阳饰演的肖奈大神 俘获了众多少女的心 粉丝更是越来越多 然而好景不长 2017年作品《三上三世十里桃花》是翻拍的电视剧版《三上三世十里桃花》 由于电视剧版的影响和收视率高 加上电影版人物更换 没有什么特点 观众难以买账 上映期间 杨阳及粉丝遭到全网的暴力伤害 微博是重灾区 所以此时杨阳是没有什么新粉丝的 只有那些老粉丝不离不弃了 2018年作品《五动乾坤》 当时这个电视剧虽然是优酷的收视率第一 但是主要关注群体为男性 而且高达70% 大多都是70% 80后 这些人对微博上不太感冒的 所以杨阳在这时候也收获不了什么新粉丝 其粉丝能够在四 五年还仍然不离不弃 可见杨阳个人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就连成龙也非常欣赏杨阳 期待她有更多的好作品吧 唐嫣新宗录制生图曝光 气质优雅状态佳 动灵美貌令人羡慕 近日 唐嫣新综艺我们的客栈录制现场路透图示出 图中的她手拿宣传册 身披黑色羽绒服 搭配黑长直发型和简约妆容 笑起来还是那么甜 这样的状态相较从前真是一点变化也没有 在现场 唐嫣与身边的嘉宾们开心互动 喝完奶茶还真成安利 表示味道不错 并邀请大家一起喝 语气可爱 看来节目录制氛围十分轻松欢乐 不得不说 唐嫣即使穿着厚厚的冬衣 也遮挡不住她有内而外的优雅气质 动灵般的美貌令人羡慕 完全看不出她已经39岁了 在户外用减餐时 一旁的嘉宾姚成为唐嫣加了一大块肉 唐嫣和大家边聊边吃 开心的何不拢嘴 除了用餐的路透之外 还有网友晒出唐嫣与杨迪 张杰 张欣诚一起放牛的画面 图中的唐嫣因为力量较小 好像一直都在被牛拉着走 真是好笑又令人心疼 众所周知 唐嫣近年来在演艺事业上 输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如锦绣魏央和以生肖默等 演技一直稳扎稳打 也有不错的观众缘 虽然婚后她花费了更多精力专注家庭 出现在荧幕前的时间不如从前那么多 但如今在复出后的首个常驻综艺当中 她依然呈现出了自己最好的样子 想必唐嫣在幕后也一直在 为自己的事业而默默努力着 前不久 唐嫣还出席了某国潮品牌活动 以一席冬日红衣造型经验亮相 全是时装之美 整个人显得温柔灵动 感情方面 唐嫣和罗晋于2018年步入婚姻殿堂 据悉 二人是因细生情 合作过克拉恋人 归去来等五部作品 婚后唐嫣生下女儿 升级当妈 家庭生活非常幸福美满 目前唐嫣的带播剧有宇胡歌 马依里等一众优秀演员合作的繁花 相信未来唐嫣也会在更多电视剧与时尚活动中展现自己自信美丽的好状态 期待她更多的精彩表现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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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